再来看 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 中国正式祭出了反制手段 将对欧洲进口猪肉以及相关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虽然欧盟支委会表示并不担心 但是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西班牙 以及法国和丹麦等国家 相关业者感到忧心忡忡 西班牙著名的伊比利火腿在中国颇受欢迎 不过未来在当地有可能吃不到这项美食 中国商务部17号宣布 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提出的申请 将对欧盟进口猪肉及相关副产品 进行为期一年的反倾销调查 中国这项措施早在外界预料之中 目的是为了报复欧盟上周宣布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38%的关税 不过欧盟支委会却表示一点也不担心 将密切关注中国的调查程序 欧盟的猪肉生产量占全球的20% 中国的进口猪肉超过半数来自欧洲 西班牙是当地最大公益国 法国荷兰和丹麦也占有相当比例 西班牙业者已经开始担心 中国的反制措施将使猪农备受冲击 这和欧盟官员协商 是否可避免苛征破坏性关税 不过也有来自意大利的猪肉摊商 老神在在认为应该分散风险 把产品卖到其他国家 而丹麦的猪农则表示 如果中国限制进口欧盟猪肉 相关产业将遭受重创 呼吁在7月4号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启动高关税之前找到解决方案 公司新闻总会名片1